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能领听圣灵声音》系列第三个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人的构造灵魂体 人的构造我都懂了 从小学老师都有教科学 科学家 科学的课本里面都有教 人的构造不是有头 有身体 有脚 有感觉 触觉 听觉 嗅觉 不是口诀 嗅觉 我都懂了 你还教我什么叫人的构造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还没有人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个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 他这样问 你们用什么方法 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完全的权益 健康 康复人 院长就说 我们就给他一个试验 我们在那个鱼缸里面 剩满很多的水 满满的水 旁边烫着一个汤匙 然后另外又放着一个大碗 让他们把鱼缸里的水排出来 然后记者就说 那当然是要用大碗 那我用汤匙去搬那个水来倒掉的 院长就看着他 慢慢地说 正常人呢 是会拔掉那个水干的塞子 慢慢流出来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那个记者也不正常的人 他要试验这个病患是要用汤匙还是用碗 但是真正的方法不是用碗和汤匙 是要打开那个木筛 让他水排出来 结果记者说 那刚才用碗 他也要进身心病院 OK 故事知道了 笑话讲完 人的构造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 最近有一个报导 刚刚出来的报导 他说 科学家首度证实人类灵魂的存在 灵魂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 除了宗教才有讲灵魂 科学不讲灵魂 一直都来 一直以来都觉得 哎呀 灵魂到底是存不存在的 这些东西 从你最近的报导 早处正事了 人是有灵魂的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更详细 更深入一点 有些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科学不能进行 明白意思吗 科学不能完全相信 就好像科学讲说 我们人是由猴子变来的 世界是有一个大爆炸 然后就慢慢变来的 他的眼里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手表 我拿手表这样的 他是把手表的零件全部拆在这些 拆得很散了之后 然后放在一个罐子里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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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一万年 摇摇摇摇 十万年 然后他 他就变一个手表出来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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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不能这样 还有 如果你知道在14世纪之前 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地球 没事情 他们因为风把他灌掉而已 没事情的 不是大爆炸 我们讲大爆炸 不能讲大爆炸 没事情 在14世纪之前 地球没有人相信是炎的 你知道吗 在14世纪的时候 罗马的那个王帝 杀了很多的传道人和牧师 因为他们说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刻 那个世界的人 没有人相信 那有可能地球是圆的 你看我走在平地上 你看我的跪跌倒 那有圆 那有圆 没有圆啊 这是骗人的 那罗马的教王也杀了很多 那些相信地球是圆的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伯坐在大圈之上 在很久很久 三千年前 好像在大伟写这个诗诗的时候 他已经有看见地球是圆的 到了过了16世纪之后 人家科学家才慢慢地肯定相信地球是圆的 科学总是乱过人家 神学圣经里面的真理很早很早就告诉我们了 早上圣经也告诉我们了 人是有灵魂的 你的灵魂去了哪里 为什么 我今天要讲 我一定要帮助你剥削人 我们人的构造之后 以后你才能够帮助你 方便你清楚的 你到底怎么聆听神的声音 可以 再来 我们人 我好像没有讲过 但是我必须再讲 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样式被造 对吗 所以我们先不要讲这个部分 我们人就有很多声音 这世界上有三种声音 一个是上帝对你讲过 上帝的声音 一个是你自己的声音 另一个就是魔鬼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到底要嫁 不嫁他 嫁给他 不嫁给他 嫁给他 不嫁给他 这个是有很多种的声音 是吧 爱他 有些人更恐怖的就拿 你对吧 She lo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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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我 他爱我 最后一页 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他们是以这样来判断的 我们今天要写去神的声音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更恐怖 主啊 你告诉我的旨意 我奉耶稣的灵 Amen 打开圣经 哈 � 上帝叫我去 马马 嫁给他 这个是很危险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很危险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很危险的 圣经说 圣经这样很危险的 魔鬼也会让你看到这个经文 以为是上帝的跟你讲 这种危险的啊 不要这样做 OK 我们讲回来 人有三种神明 这世界上有三种神明 一个是上帝的神明 魔鬼的神明 还有人的神明 人呢 本身呢 也有三种神明 一个是你嘴巴讲出来的神明 第一个是你脑袋里面想的神明 还有你心里面想的神明 早上我问一个女孩子 你爱我吗 她口语说 我不爱你 心里面说 其实我很爱你 我爱在说 爱在心里口难开 是吧 所以人都有三种神明 所以今天我要帮助你了解人的构造 你才能懂得神的神明 为什么这个课程真的很重要 我们先看下去 人的三言论 人呢 在人这个 这个人文整个架构 有分个三种 三个派别 第一种就是一言论 人没有分那么清楚 人就是人 没有灵魂 没有什么 就是人 只要一言论 二言论是什么呢 二言论就是人有人 人的构造 还有灵魂 就有两个元素 叫二言论 人有身体 然后有灵魂 叫二言论 灵魂是分开的 我再给 牧师你说 那里可以证明说 人灵魂是分开 人是有灵魂的 而灵魂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圣经一章 在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二十六节说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圣经说我们 我们的神 祂讲我们 祂不是一个人 我们正式的神 在圣经里面说 我们 在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祂不是用一个人来去创造 是我们来创造 这我们是谁啊 圣父 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 所以 人也应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教出来 也应该有三个层面 就是人 有灵 有魂 有体 接下来我们来看 然后上帝是个灵 圣经讲的灵魂 上帝是个灵 所以要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所以说妹妹 你不能够用 上帝不会跟你这个脑袋讲过的 上帝也不会跟你的心讲过的 因为不可靠 你的情绪一直在变 你心情好多 你就很棒 心情低落的时候 你就心情很糟糕 找人吵架 好像猫 所以你的这个心情 你的情绪 你的脑袋 不可靠 上帝不会跟你的脑袋讲过的 因为脑袋有限 就好像以前的人 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因为他的脑袋看不到 不明白 地球是平 明明地上是平的 那里是圆 你不明白 你的脑袋不明白 所以上帝不会跟你的脑袋讲过 也不会跟你的心讲话 OK 我们去看下去 也是更深的一个 OK 所以看到没有 上帝本来按着他们的形象和样式 是创造人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我们的构造也应该 也要有三个各位 OK 明白 我们去看下去 人的灵 我们先看人的灵 我们来知道 人里有灵 我们来看 圣经讲 在《贴撒蒙尼连加》第五章 二十三节就说 愿赐平安的上帝 亲生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圣子得逢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在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原来 我们有灵 有魂 有圣子 不是我讲的 是圣经讲的 May your spirit's soul and body be complete Until the da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out without brain without bremish 英文是这样讲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呢 简单来讲呢 你 我当我讲 你在讲 Jekyll 我不在叫Jekyll的身体 我在叫Jekyll 这个人不是他的身体 当我在讲Jekyll的时候 是讲这个人的灵 Jekyll 我不可能 只是叫他的身体而已 所以大家请你跟我一起讲 我是个灵人 我是个灵人 而拥有魂住在身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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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说过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有 上帝的道士活过的 是大有大能的 比一切两能的剑更快 甚至魂 以灵 骨骼 骨节以骨髓 都能赤落脱开 连心中的思念 都和主义都能辨明 大家 魂以灵 魂以灵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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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我们知道了 那灵我们也知道了 骨骼和骨髓 都是属于身体的 你看神的话语很重要 神的话语 神的道是活泼 是道大能的 比一切两能的剑还要快 能够分别出灵魂和体 所以圣经里面 最基本 如果你要聆听神的声音 你必须要读圣经 神的话语就是好像一把利剑 你越读越多 你越的敏感 为什么牧师常常会祷告 会听见神的圣经说 圣经给我讲你 这样 很准的 不是因为我厉害 把人家算命 我有去读玄学 有去读命理 没有 因为我读圣经很多 我越读神的话语 我越对神的话语敏感 我的灵人敏感 人的状况 这个人的情况如何 明白吗 所以 灵魂体 人是有灵魂有体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OK 但是 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已经堕落了 因为阿当的笑话犯罪 我们有严罪 因为有严罪 导致我们已经死了 大家讲死了 死了 你从牧师没有啊 我还活着很 还活着 每天还吃个KFC 那又死 我讲的死 是你的灵人死的 圣经讲的 都是我讲的 圣经讲的 在以弗所书 第二章第一节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他谁 耶稣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那个时候 和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 你们都在其中行死为人 谁从 大家讲谁从 谁从 经世的风俗 混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灵秀 就是现今在被逆之子 心中 运行的邪灵 哟 对没 看见没有 你的灵魂 如果没有被上帝拯救 你的灵魂被掌权拯救 你不可能站在中间的 你要嘛 就属于神的 要嘛 你是属于邪灵的 魔鬼的 然后你说 那么 你跟我讲 如果是你这样讲 没有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邪灵呢 的确是这样 因为他们随从这 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权柄 手里 就是在这个悖逆之子 悖逆之子 就是魔鬼 撒旦 悖逆之子 心中所运行的邪灵 你不信耶稣 你不可能 没有事情 你信耶稣 你由上帝来掌权 由耶稣来掌权 由圣灵来掌权 你的生命 不然你就可能被邪灵来掌权 圣经讲得很清楚 没有站在中间的 但是感谢主 我们信了耶稣 你的灵人又活过来了 所有信耶稣的人 他的灵就活过来了 但是灵活过来必须要喂养啊 灵活过来不是马上就能够 哇 马上好像通天眼这样 马上就明白属灵事情 马上就可以自己读经道 要自己去寻求神呢 没有 圣经没有 不能够 人必须要被 被喂养的 我们去看下去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大家一起读一二三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你过一切都变成新生的 很多人不是圣经啊 就是哎呀我是重新开始 不是重新开始 圣经妹 当你在基督里面 很重要大家讲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名词 不是一个口号 在基督里是真正的 你把你生命交托在耶稣身上 你已经在基督里了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在圆文不是叫新造的人 因为 因为你说新造物是很坏的东西 在圆文的意思就是 You are new creator New creator New creation 你是新造物 上帝把 你自己没有感觉的 不是说因为你信了 马上听了耶稣 你就感觉到 你天上有个官方 你就知道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 你看不到的 可是在你灵里面 当你信了耶稣做的 在基督里面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物来的 New creator 你的所有的性情 所有的东西在以往的 都过去了 都变成旧了 旧事已过 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 牧师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的 因为 其实是有的 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你常常去买贯字 你常常 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 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就会有种良知 有一种声音 你去买贯 虽然你还一样去买贯字 但是你偷偷看 有没有人才注意到你 有没有被牧师盯到 这就是新造的人 以前你没有这样意识的 是吗 你就会感觉耶 我是基督 我在做这件坏事的时候 天不知 地不知吗 你知我知就好了 其实 上帝知道 OK 明白 给我们自己看下去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我也要 赐给你们 一个信心 将信心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 重处掉事情 赐给你们肉心 所以我很相信圣经讲 圣经讲的后来的 你今天信耶稣不是因为 所以牧师讲的口才很好 因为我 牧师讲的太棒了 我信耶稣 不是的 今天你能信耶稣 是因为 神灵在你身上有做工 因为他拿掉你心中的石 石头的身影 一个人没有信耶稣 他不能偶然 好了 信耶稣 耶稣这么好 给我两个 不能这样的 好像买东西 这么好 买一送一样 都给我两个 可以吗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做工 涂掉你这个死心 让你能够接受属灵的事情 拿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心 这样新的灵 你的灵已经过去了 你被创造是有灵魂 可是你的灵魂因为罪恶而捆绑而死掉 主耶稣的复活 各大人也叫你这个 已经死的肉体 已经死的灵魂 又活过来了 OK 我们进去看看去 好 许多时候 圣经讲的 心和灵 都是一样的 心就是灵 灵就是心 OK 明白了 这个明白就OK了 我们去看下去 来 你帮助我读一下 一二三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灵为装饰 OK 圣经讲 只要以里面 保罗说你这个人里面 存着 你的灵人 你的灵命 心灵有没有被装饰 有些人打着漂亮的打盼自己 把他漂亮的来教会 去那里都好 可是他心里面没有被装饰的 丑的要使你的心灵要被装饰 用什么来装饰是这样 用长久温柔安静的心灵为装饰 我们去谈下去 来帮助我读一下 1 2 3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我们不善胆 因为外面的人会毁坏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你外面的一天也会毁坏的 我前前后今天38岁的 我已经开了三间老人宴的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那些老人拿起他18岁的照片给我看过 想当年也是一只小火 真的长得很漂亮 过了18岁之后 住在老人宴之后 他的 不讲也罢了 我意思说你的外表会毁坏的 常常会导致 乌斯瓦生病 那个70岁80岁的老人 乌斯瓦生病的时候 我们的机器用久了也会坏 我们的机器用久了也会坏 因为罗斯瓦生病很正常 因为疾病了 我们的灵能要更新 我们的灵能一定要更新 一天比一天更新来 然后我们能够对神的灵 对神的声音越来越敏感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罗斯瓦我们这外体会渐渐地衰弱和苍老 但我们的内心内在的人 一天比一天要更新 怎样更新 你必须读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充满你 你才能够更新 你不能够一个礼拜来一天教会 你就会更新 你只是月一月来苍老而已 所以我可想而知有些人信了耶稣 去了教会 三十年 三十年过后 他还是属于北极穿着蓝叮的 喂喂 肚子饿 喂喂 你要吃奶 他不能吃solly food 他不能吃饭 他要吃奶 你叫他多做一点点 你叫他就很容易受伤 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牧师讲两句 我受伤 我不要来教会 他不只能讲我 他是卑鄙 所以你必须要吃神的活力 你才能够长大 OK 你去看下去 OK 当初我读一下 一二三 我们这自在自欺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故念所见的 乃是故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Amen 这里告诉我们说 很多基督徒被拖败 因为他们只看眼前 他们只看他肉体身上的事情 所发生的事情 而没有看内在 所以我必须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 属灵的世界 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 这个属灵的世界 你没有用眼睛能够看到的世界 比你现在看到的世界 还要真实 那是因为你的灵不翘 你的灵还没有翘 开翘 你的灵还没有开门 你看不到 你不明白 这个能够看到的世界 会过去了 会没有在的 请你告诉我 早在三十年前 你有三十年前 不用三十年前 我们不要讲那么早 我们讲二十年前就好 请多 有多少个这里的 槟城人 有听过Amborium的 银宝梁 哪老一辈子知道了 帝神姐也知道银宝梁吗 不知道 哇 你活在那个时代 Amborium 槟城有个地方叫银宝梁 银宝梁是槟城第一间超级市场 哇 那时候那边有莫拉 很多人很老做的 今天跟你讲银宝梁 全银宝梁还只是一整五 三天不到 银宝梁还没有存在 可是银宝梁还没有在 我现在讲银宝梁很多年轻人 看懂 什么东西也懂 穆斯林家讲什么 讲什么ED的话 外星人的话 都不听 不明白了 那个东西想当年是很 很兴旺很繁荣的地方 今天没有掉的 还有 槟城有个地方叫灰桥 是吗 长辈的就知道了 不要长的 我讲长就不敢讲 因为他很怕 人家知道他的年龄了 灰桥 那个灰桥已经没有掉了 今天槟城找到灰桥了 但是 你不知道什么叫灰桥了 能够看见的他会不见去的火车 他的名字 那个路名叫灰桥 有没有火车 有没有火车 有带查卡的理器里 了解 那不是我想讲 知道的东西来的 第二 并称有个地方叫 五盏灯 我就是长大的孩子来的 所以我知道 如果我们不在那里长大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并称有个地方叫 五盏灯 五盏灯 今天在哪里了 没有掉了 已经换迦兰媒体 我讲迦兰媒体 你就明白 哦 头掉了 是吗 以后这个路名 改了之后 你也不知道哪了 其实你能看见的世界 是短暂的 会忘记的 今天你是林徐子庚 相当当的 是兵州的首长 今天人家已经不存在了 人家已经忘记了 徐子庚了 现在还有存在 再多五年时间 已经不知道徐子庚是抹谁了 你可能讲 今天兵州首长是谁 哎呀 我知道 林哥 林冠英 知道了 是吗 因为 现在还存在 可能过了几年 人家不知道 什么叫林冠英 下人首长是我来做的 谁开开来笑 哎 哎 你可能 我要讲的什么 我要讲的 你能看见的 你所了解的 能够眼睛 能够明白的耳朵 能够听见的 脑袋你的思想 那个只是短暂的 所看见的只是短暂而已 所不看见才是永远 永远 永远 人 这种衣服有点过失 应该买一点衣服来 清洁一下 要不然我 人家叫我老紧了 换一些新潮的衣服 哎呀 我今天身体衰弱 精神不是很好 我买一点的维他命来吃 补一点蓝藻 蓝藻 什么藻 都放下去 我们很在意 我们那个外面 能够看见的东西 我们投资不少 只要你穿一件漂亮的衣服 哎 姐妹 今天你穿得很漂亮 你就很高兴了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有把那个 看不见的灵 来去 好好地培养 我们的灵人 很善于鼎巴 受到很可怜 从来没有喂他吃 没有给他 提供他属灵的帮助 没有给他吃饭 没有给他领灵修 没有祷告 没有读经 我们灵啊 孤堪的要吃 外面我 姐妹 兄弟 今天你很 很蓝宅 蓝蕾 蓝蕾 可是 灵人就不蓝宅了 灵人就不蓝蕾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我们灵人 没有被喂 我们的灵人没有预备好 没有sharpen好 没有敏锐的 聆听圣灵的声音 看到没有 现在你明白 你了解你的构造了没有 我们继续看下去 帮助我读一下 一二三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 若 拆毁了 必得上帝所造 无事人手所造 在逐天永存的仿佛 保罗说这句话说 帐篷指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我们 保罗说我们知道 我们 这个我们是灵人 在地上的帐篷 身体会拆毁了 不要紧 不要紧的 不要去胎宅医 去整容 去美容 我的单眼皮不好 去做双眼皮 一天上 一天你双眼皮也要丢掉的 哎呀 我的皮脂不够高 我就都给它高一下 我的胸不够大 我就弄给它大一下 一天要丢掉那些东西 都要丢掉的 真的 上帝要给你一个身体 是荣耀的身体 我告诉你 当上帝要 将来要给我们一个 好的身体 这身体是属灵的身体 是永远不会学坏的 比你用SK2 还学现后 还要漂亮的 当最 你问我说 一天我们回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会是 怎么样的 怎样的身体 我相信 我相信 那些东西 荣耀的身体 之所以也是荣耀 我相信 那个阶段的你 是最漂亮的 就是你活了 一年 一个人生 比如说你活七十岁 你的七十岁里面 哪一个年 哪一个年代 你是最漂亮 你最棒 你最帅 你最 荣耀的那一面 就是那一个 所以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花太多精神 在那个身上 你必须要花时间 再栽培在你的里面 我们去看下去 所以 他们搜索 在一二三 所以 我们十三 坦然无惧 并且 晓得 我们 住在身内 便于主降临 因我们 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更愿意离开身体 以主同住 保罗讲的吗 我们 这个人的我们 他讲我们 更愿意离开身体 我们 晓得我们 住在身体里面 以主 就跟主 就分开了 如果 我们坦然无惧 更愿意离开身体 以土同住 保罗看到 看到保罗讲的吗 他讲他们愿意 他们 所谓是灵人 愿意离开身体 去跟主同住 很多时候 你的灵魂 不要被坚强起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他们特别敏感 每次你禁食祷告 你特别敏感 有时候 我的经历告诉我 我赶鬼那么多年 我特别禁食祷告 去赶鬼的时候 我根本不用做很多种 我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人 有邪灵附身的 他就开始 开始那边滚 那边吐白沫 然后 开始喊了 不是因为 我有能力的吗 不是因为 我禁食祷告 就有特别的能力 如果禁食祷告 禁食会变得能力 这是错误的 禁食不会让你更有人力 禁食还是一样的 就是 你禁食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把它压下来 你的灵人就爬起来了 你要灵人爬起来 你灵人就抢 你灵人抢了 你就敏感圣灵的工作 你敏感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那个邪灵就知道了 禁食没有让你更坚强 更爬落没有 禁食只是让你的灵人 预备好 更敏感圣灵的工作 所以常常禁食祷告的人 他的灵是很敏感的 OK 谢谢 所以这个灵人是有闻的 哇时间比较高的 来帮助我读一下 一二三 圣经讲什么 圣经讲什么 上帝把气吹进亚昂的皮孔里面 他就成了有闻的活人了 OK 要不然你是死人来的 上帝把生气吹进去你的皮孔里面 你就成了有闻的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好帮助我读一下 一二三 耶和王上帝用主所造成的原地各样种种 我们空中各样被脸 都带到亚当面前 看他叫什么 亚当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亚当被上帝把气吹他里面 他就活过来 成为有灵有闻的活人之后 他就开始在他以便眼里面 看到那些名拿当 哎 这颈像那么长的 哇 叫长颈鹿 哇 这个多毛的 应该叫猴子 哇 这个胖么大个的叫大象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聪明 因为他有魂 魂怎样来的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魂的功能是什么 魂的功能就是有知识 有智慧 有智力 有聪明有思想有辨别力 情绪或也包括魂 辨是意志力也是魂的部分 我并不是说脑袋就是魂 或者说情绪和辨别力就是魂 因为魂是肉眼看不到的 它的确有存在 而这切一切的活动就是魂 那么人 人 人体加上上帝的灵自然 常生魂 我们来看一个常详 就是身体 有了身体 上帝的灵有存在 人就常生魂 所以 很多时候 为什么 我讲 上帝不会跟你的脑袋讲话 上帝不会跟你的心情讲话 上帝不会跟你的心讲话 上帝不会跟你的心讲话 因为那只是你的魂 魂 属魂的基督徒是不会 上帝跟他讲话 因为他情绪波动很大 他爽爽 心情好 他是用脑袋分享 因为脑袋也是有限罢了 你的思想 你的从 每一个人的从你不一样 对吗 每一个人的知识也不一样 每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你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 你了解多少 你的知识有多少 你了解的也就是多少 所以上帝跟你的魂来讲话 是很可怕的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上帝不跟你的魂讲话 大家跟我讲 上帝不跟我的魂讲话 上帝不跟我的魂讲话 上帝不跟我的心情讲话 上帝不跟我的心情讲话 上帝也不跟我的感觉讲话 上帝也不跟我的感觉讲话 对了 上帝跟你的灵魂讲话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住在这个身体里面 刚才我们有读了 大家再读一次一二三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借你们 将圣经建造 当作我既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后 乃是你所要当的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要将身体现上 所以你要让你必须 如果你要聆听神的声音 必须要常常来训练你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体是最满回 最不合作 最不配合 最不想听神的声音的 叫你祷告 哎呀 我很闲 祷告两句我就要爱睡了 那个是你的身体在对手 叫你静止 哎呀不可能啊 等下要吃东西啊 是吗 你的身体总是带领你跟上帝 访对他 你的身体总是要你跟上帝 对着干的 就不配合他 所以你必须要锻炼你的身体 你必须要让你知道你整个人的架构 谁做法 你整个人的架构必须要让你的灵人来做法 你的灵是要追求上帝的 你的灵是要最认识神的那一个的 但是很多时候你只让你的肉体来做主 你要去为人帮助一个弟兄过了一个解决的时候 你的灵你的身体就告诉你 哎呀可能如果帮助他 如果他不领情 等下我又被 我不要了我不要收藏你就不要了 你的魂帮助你分析错的东西 你的肉体跟你讲错的东西 你的灵人是总是会跟上帝的 所以你必须要锻炼你的身体 不要因为你的身体说 哎呀我很闲 我今天不要来了 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不要去见他 我不要 你很多时候你不是被你的圣灵来引导 你的灵人来引导 你让你的情绪来引导 你让你的身体来引导 让你的肚蓝来引导 哎呀尽死祷告 或者明天啊 今天那么好吃 是吗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 很多的基督徒是属蚊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没有跟他的灵人 培育他的灵人 他让他的肉体来掌权 他让他的肉体来作王 他没有让他真正的自我 这个真我灵人来掌权 有时候我的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的感觉告诉我很多东西 我就会跟我自己的生命讲 我说 身体 情绪 你听 我做主 我掌权 我要敬畏上帝 我不可以这样想 这样的想法 你离开奉耶稣的名 我常常动我自己 你说牧师会低落吗 也有会低落的时候 牧师也会有脾气不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会让他 永远引领我 所以要问你自己问题 你每一次 你多久消极一次 有些人啊 常消极的 每个月都有消极的 比女人来夜镜还要糟糕 真的 他常常消极的 这常常来情绪的 你消极一次多久 刚才是你多久消极一次吗 你消极一次多久 哎呀我没有消极哦 一天才消极两次 可是他一消极是半年哦 你明白吗 你消极一次多久 你多久消极一次 常常问自己 不要让这个情绪 和这个东西来影响你 你要让你的灵人来掌权 阿们 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什么 来帮助我读一下 哥林多华前书 第23 我是功课到几生 教生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把被弃绝了 保罗有一个秘诀 为什么保罗一直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常常传福音 常常去建立教会 常常去到处开教会 为主做工做得很棒 因为他 我是功课己身 我是来功课我的身体 叫神服我 这个我是谁 是我的灵人 我叫我的身体服我 我的身体叫我离开神 我的身体叫我不要来教会 我的身体叫我不要来主治崇拜 我不要让我的身体得逞 我叫我的身体服我 因为我怕我传出一点点 我自己被弃绝咬了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让身体来掌权 保罗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做三密大大使用的基督徒 他常常是功课己身 叫他的身体服他 所以同学妹 你今天要学习 要让你的灵人来掌权 那灵人才是真正的你 不是你的身体 也不是你的情绪 也不是你的感官感觉 所以人的功诏 你帮我读一下 第一 我是个灵人 有个魂并且住在身体里 有些人还没有醒过来 再一次 一二三 我是个灵人 有个魂并且住在身体里 所以你是谁 我的灵人 错了 你是灵人 你不是灵魂 灵魂就错了 你是个灵人 有个魂住在身体里面 你的真正的你 我在叫 Ajuri 不是在叫她身体 是叫她的灵人 我在叫 艾力 艾力 不是这个漂亮的身体 而是真正里面的灵 艾力 OK 我们再看下去 OK 大家帮助我 一二三 圣灵不会用我们的崩拜 情绪沟通 圣灵只对我们的灵人说报 所以你要培养你的灵人 常常读圣经 祷告 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第三 我要奉克起身 叫圣灵我 常常拦住你 聆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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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 从小就被 宠 宠爱有加 三千宠爱 自己一身身 这个身体 你很照顾你身体 你很羞 一九年 不好聊 要照顾他 从今以后 不说 叫你不要照顾你身体 你要多照顾你的灵人 给你的灵人 有足够的粮食 常常祷告 读圣 来听神会 追求 你的灵人敏感 你就能够领听神的声音 你就能够 帮助你的灵人 跟圣灵沟通 让我们站立起来